它是全蛋面 非常油… 平常吃的烤麵糟糕 像一条甘鱼在这里 而且这里还有一粒虾 看上去却像一条甘鱼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东山口龟岗大街 今天这集影片又是因应几位观众的要求 过来东山区 旧东山区这里拍摄的 适逢这个上学的高峰期 很多同学们就赶着上学 龟岗大马路已经算人少了 如果刚才去到 朱前路小学门口更夸张 今天天气突然冷了很多 然后看看现在的气温 现在的气温只有20摄氏度 所以大家看到我穿了长衣 这条街道很多市民都穿着长衣 废话小说我们先去到另一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叫江岭北 我记得之前也曾经来过一次 趁着今天天气转凉 好像两者没什么惯 我们去看看 另外我还未吃早餐 如果我走过哪里 早餐吃的 可能买个包 我们先过去 因为我现在不吃 因为我发现 始终和西关那边不一样 它不会有很多拉肠粉 在买的 而且有些店铺 可能它刚刚正值上班高峰期 人是比较多的 还要等位 我们去看了第一个地方 因为前面这里已经是江岭北 旁边是华辉拉抢 我们先看了房子 看看观众的要求 我还很记得 我曾经有一次来这个直播 原来这个公正柱已经在这里 运作了很多年 观众要找的地方叫做江岭北 2号西3楼 我们先找到2号 来到这里 一进来已经发现 已经是6号 不知道会否继续往前走 这个方向 应该就是这一刹 走前一点 看看这房子 挺有特色 但观众说过 西3楼 我真的不知道西3楼在哪 再说 因为我看到前面好像已经是4号 应该就是面前这栋 这么古色古香的楼 没错 这里是4号 好 我们来看看楼顶 1 2 3 4 足足有4层楼高 这栋 江岭北2号 我猜西应该在这边 西3楼 我暂且相信 就是上边种了一些 那些叫什么花 种了一些花的位置 这里 暂且相信是 因为西面这边是向长的 再换个角度看看 再看看这间屋 他们这间屋 真是很传统 东山口风格 那些小洋房 肯定是没有家装电梯 而且这些应该已经变成暗 还有个E在下面 卖 卖什么 卖什么 卖食的 风律 如果在这里一路出回去 就是龟岗大马路 左手边就是公正柱 正前方圆圆地顶 这个就是广州酒家 然后再转过来 右手边 其实就是东山肉菜市场 这里分了两个市场 左边这个市场 企理很多 甚至乎是全广州最美的市场 都说不定 至于走前一点 就是江岭北市场 那里就像西关那些多些 再看看这间屋 屋上边 在这个角度 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上面加建的天棒 再来 即使我们去到西关 很多这些渠 都已经改造过 变了PVC管 但是这里 仍然是用着 这种以前 旧式砖那种 老实说 这些如果爆起来 都挺麻烦的 在2号对面这间屋 也是很有特色 它是石米墙的 一半是红砖的 外墙的渠都是 旧式那种 就不是用PVC管 它应该是有重新整修 令到它 不会这么容易爆的 江岭北一号 这里就是 我们过去看看它的历史 就是这里 它上面写着历史 座西朝东 民国建筑群之一 对研究东山地区的开发 以华侨市有一定价值 再换一个角度 看看观众曾经住过的地方 再换一个角度 看看观众议员曾经住过的地方 这一面墙是向南的 向南的 如果观众所说 西的 应该是 那边 左手边 再看多一次 不过刚好这里 有幅墙遮住了 旁边的房子遮住了 可能没有看得这么清晰 这个角度 应该看得清晰一点 三楼 我猜 不知道会不会是上面 这几格 如果观众住的地方 是有露台的 应该是这个位置 今次 应该算得上大获成功了吧 因为始终 观众描述得比较清楚 以前住在这里 都挺安静的 不过现在楼下变了市场 所以肯定是会热闹很多 我们不如穿市场走出去吧 最好适量 我一次都没跟老婆来过 东山玉莱市场这边 其实挺好走的 因为 它有半户外 也有室内 室内还好企理 半户外 都很热闹 我们现在 就尝试进去 这个 我先头所说 比较美的市场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地下的砖 都与种不同 透光非常非常好 然后地下 当然没有积水 这档椰子 还要弄出一棵树 但是这个市场 就不算很大 一直走 前面就已经出回 龟岗大马路了 我不知道价钱 不过如果给了我老婆 我想她应该不会在这里 买菜 她经常嫌贵 当然去到那些 逼逼劫劫劫的市场 她喜欢一点 这里又有花卖 肉肯定少不了 一毫肚猪 连那些猪肉 也有很多牌子 这边叫 温氏龙家猪 黑肚猪 究竟吃起身 有没有什么不同 好 那这么快就走完 真的 短短几步 我尝试一下 既然这么巧早来到 不如你看这些同学 上学的情景 有的 在那边就是 我记得以前 我都和妈妈来过 那时候龟岗的路 就没有这么临 而且我认为 如果说到不是暴行街 龟岗这条大马路 都是很有味道 是好似商业暴行街 住得好不好 是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说到 广州有什么名校区 绝对非这里莫属 如果往右转 就是大门鼎鼎的七宗 和回正中学 我们现在过去那边看看 通常中学生 会 可以晚一点点回学 不知现在已经过了高峰期 但是小学鸡 就要早点 这里好晒 暂时看上去 和我刚刚开始 路面的时候 相比 路面真的少了很多同学 而且 有这么好的校 附近的楼价 也肯定不简单 有机会 让大家看看 刚才在龟岗大马路口 以前曾经是一间地产店 不知为什么 现在没有了 我们走了再说 我们来到这里面前 已经是七宗的门口 不过确实 和刚才比起身 那些同学肯定是已经全部 返回学了 路面相对就没有这么繁忙 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宗 今天已经是第三个工作 国庆节假期之后第三个工作 不过今天还是星期一 很奇怪 该上学的已经上学了 陪证中学我进过去 里面真的很大 上次不是说 广州哪几间学校面积最大 我轻轻看过 原来陪证中学里面 都不需要 为什么我在七宗没法 说陪证呢 走去再说 至于右边 就是陪证小学 陪证中学 走前一点就到了 原来还有些同学 还在学校 父母也照他上学 再往前走一点 在这里转过去 就是陪证中学的西门 在这里 反而看上去 我觉得陪证中学的下校门口 就好看 看上去好像没有人上学 当然不是 其实全部同学已经在里面上课 暂时看上去 我觉得陪证中学的下校门口 好看过七宗门口 但是如果说气势 有多大 宏伟 我反而觉得那边会好一点 这边 细致一点 精致一点 陪证这边就看过了 江颖北也都看过了 相信各位观众 应该会满意 我找到的地方 接下来 下一个环节 我们会回到东华东路 东华东路 有位观众说 找到397号 好像是 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 大概位置 我应该会回到东华东路 才吃饭 好像有一家雲吞麵 不错 过去再说 好 好 差不多进入 东华东路 又要看附近楼价 看哪里才好呢 看看 近近的 秒前西街 又说 七百万 换言之 为到七万元一平方 下来一点 术前路 术前路 这个便宜一点 一百三十平方米 七万元便宜一点 六万元一平方 看了很久 全部都很夸张 东华东路 这个最便宜 但面积极小 差不多 为到十万元一平方 真是夸张 培政一路 这个都差不多 八、九万 所以说 这里附近 一流价贵 有原因 再上边 最后 龟江大马路 四十平方 二百九十万 刚才轻轻看过附近楼价 说回上一集 上一集 我们没有拍到附近楼价 上一集 我们不是去万寿路那边 大概都是这样面积 你猜一下多少钱 呃 七十多万 三十平方 七十多万 而且这些这么小的面积 单位 其实都不会太新的 当然 当然万寿路那边 那边 就会是 距离地铁更远的 但如果 撇除了鶴位 这个因素 只是说地铁 这里是近地铁多些 龟江大马路 近地铁 一走一走去到那裡 至于 昨天我们去到万寿路 下的地铁很远的 综合了这个因素 足足差了三倍多 哇 你的学位真是 这么浇灌 不过 说回来 东山口的学位 是最贵的 最美的 亦是有价值 至于 再上那些七百多 就真的 太夸张了 首先是这个 这个叫做 OK酱炸酱麵 它这个叫做 全蛋麵 很柔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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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 麵就不算滑 很容易咬開 那种是蛋黏的 但是 要这样 细细地吃 相比起麵 我更喜欢这个炸酱 有少少像 辣椒油 这种 上面是有肉碎 只不过让我全部弄开 有轻轻辣的 但就不算太多 而且不算太咸 味道挺好 我很喜欢 接着呢 我试过这个湯 因为早几天 我都去西关那边吃过 拌面 拌面是有配泥汤的 这个呢 我都喝得出 是用大地鱼煲的 不过 更多了一种 不怕纸的鲜味 但是呢 如果有多些豆腐 我更喜欢 好 炸酱的食物就吃完了 来吃一口 用碎碎碎碎碎 这是鲜融汤的 嫩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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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们早几天 在西关就看到从西关 比较小小 這烤是一颗一颗 就算是一颗 也看见裏面有虾 狗黄就不算太多 這間餅可以有兩粒 我很喜歡它的雲筋皮 像不像一條甘魚在這裏 而且這邊還有一粒蝦 看上去真的像一條甘魚 湯底不錯清淡,但又不是全部清湯 有幾條狗狗飄一下 Hello, Hello, 我又吃飽飽了 大家看上去的一點 餐廳的面積非常小 所以我在裏面說話比較少 和我搭檯已經換了兩輪 幾乎說大聲一點 整個餐廳都聽到我的聲音 以及其他廚房在裸面的聲音 很搞笑 是好吃的,真的好吃 我最喜歡他們的炸醬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炸醬麵的人 但一定是廣式那種 廣式那種 它是會有少許番茄 不像北方那種濃重味 這一點非常值得讚賞 另外,第二個,純熟個人口味 大家都知道 我是很討厭吃竹星麵 它的麵真的很硬 實話上說,個人問題 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是真的很不喜歡 不過如果有喜歡吃竹星麵 那種爽口感覺的觀眾 一定會很喜歡 簡單來說,我有多不喜歡 就代表了它有多爽口 多彈牙 是真的爽口的 是真的彈牙的 而且它的麵很小 這一點在其他竹星麵當 不容易找得到 它的麵好像銀絲那麼小 真的可以稱之為銀絲蛋麵 就是這樣 即使有多不喜歡也好 真的我吃過的竹星麵 算得上是數一數二這麼大 而且絕對不會有那種 在咬醬筋的感覺 絕對沒有 這個湯底 比我們之前去過的那些店 吃起來就沒有那麼鹹 沒有那麼濃 就多了一種層次感 就是那些蝦子的層次感 挺好 至於雲吞 就真的挺細緻 很細粒 很細粒的 據我所知 以前 單挑賣雲吞 就是這麽細粒的雲吞 那個皮薄得不得之了 好像去到正果 我之前不是經常說 去到正果才能吃 這麼薄的雲吞 原來這裡也有的 好了 我們廢話小光 繼續走 前面應該差不多到觀眾居住的地方 要我拍攝的地方 大概近辦政中心那裏附近 就是拍照店那裏附近 真是長氣 我又想說說那個炸醬 剛才吃到最後 它不是有些肉碎 我連肉碎也吃了 很好吃 昨天跟老婆去姬立夏那裏 門口有麵當 那些麵很好吃 我的認知是這樣的 你吃炸醬麵 一定是要爽口的 粥式麵便最好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那些 煮起身 會搭著那種麵 我經常說 我自己很喜歡吃那種 蛋麵 如果你用了那種 一加上炸醬去 混合 是會很奇怪的 那些醬 混合不均 每條麵 有些又吸收到醬 有些又沒有 其實不是一個好好的配搭 老實說 即使我這麼不喜歡吃粥式麵 或者硬麵 如果我再來這間店 再吃 我都會選擇多一次 炸醬麵 混合粥式麵 大家可以下次來試試 好 終於來到東華東路400號 右邊是單數門牌 左邊是雙數 觀眾要去的地方是387號 應該過了辦政中心 遲一點就會到的了 好了 過了辦政中心之後 就開始要看門牌了 我看到351號 不知道應該是過了 因為這裏進去 就是辦政中心 357號 是這個位置 我們走前一點點 我猜 應該會不會是這堆人後邊 我們先穿過這些人看看 這堆人在嚴謹核酸 每天都有 這裏是359號牙科診所 再看看走前一點點 又似乎不是 走前一點點 又似乎不是 可能要走回去 派出所辦政中心前面 走回來這裏 我們看到這裏 門牌已經是373號 再走前一點點 已經是400號 比較奇怪 在這裏進去是 特岸神街 389號 應該找到389號 387號 應該也不遠 遇 應該就是這棟樓 或者另外一個門牌 我們在這裏 兜過去看看 咦 來到這裏 都不排除 可能如果觀眾離開太久 它原始在這裏 被人拆了 都不排除這個原因 我們再在這裏看看 我們在這裏 繞一個圈 在我左邊的地產店 已經是391號 389號 找到的 不知會不會在後邊 街那裏 我們在前面那裏 轉進去 這裏很吵 還沒轉進去之前 我就說 我猜 應該都是這棟樓 只不過在後面的門牌 這棟樓屬於這個機構 不過已經關門了 廣東省農業展覽館 看看在這裏轉進去 前面那兩位 黑色衣服的哥哥仔 這棟樓實在奇怪 是同一棟樓來的 我來到這裏 又變成了 菜園東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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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往前走便會到 我們走到盡頭 應該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389 號的位置 如果我打個圈 真的都找不到 講明 這個地方可能已經沒有了 接下來 大家不知道是否看到 這個門 上面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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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號就是這裏 真是幸好,是他們的同一棟樓 只不過分了很多不同的門牌 這裏就是上去387號的樓梯級 就是那裏 上到去,一覽中山 可以看到很清晰下邊的位置 上邊是有人住的,已經有人出門了 再來一下,你看多少信箱 385和387是放在一起的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看看 原來就是,剛才我就在那裏 真是幸好,只是這麼近 這裏是省龍展館內部停車場 沒錯,就是這裏 好,又成功完成一位觀眾的要求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接下來還有後方的行程 我們繼續出發 東華風路我們已經看過了 接下來還有兩個環節 是由兩位觀眾提出要求的 第一個地方就是竹斯江二橫路 即竹斯江和執訊藍路的交界 我們現在就過去 這裏有提及過 找到他小時候讀的幼兒園 我未去到,我不知道 但是暫時只是憑印象 好像那裏沒有大幼兒園 當然我們去到再講 因為他已經講了很具體的位置 雖然他沒有講路牌 然後我們會再回到東高大道 東高大道那裏大概是中山三路附近 進去那裏看看一個以前叫東山區富幼的地方 我們就這麼快就來了執訊藍路 根據觀眾的描述 他說想找這個幼兒園 就是在執訊藍路和竹斯江二馬路交界 我當然是上網查資料 根據地圖顯示 確實在交界處有兩個學校 一個就是執訊藍小學 和中山大學北校幼兒園 在這裏所說的中山大學北校園 其實就是我們以前所說的中山醫 中山醫幼兒園 說這麼快就來到竹斯江四馬路 其實來到東山區 這裏一如以往 好像到西關那些那麼窄 那麼多塞車 剛才我們走東華西東華東 東東華南東華北 那裏全部都是這樣的 如果開車很容易走錯 反而西關還沒有那麼容易 至於來到竹斯江 亦是如此 嘩 這裏很合宅 兩車道 走來走去 觀眾所說這個地方 應該就是中山醫幼兒園 應該在中山醫後門 那裏可以看到中山醫後面的建築物 都很有特色 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坐五四六巴士 五四六巴士 如果是往河南的方向走 都會經過這裏 每次經過這裏都超級超級塞車 好快便來到小學校門口 好快便來到這個交界處門口 交界處 執信南路和竹斯江二馬路交界 我猜應該是這個位置 我們先走前去看看 已經有門牌了 我已經找到了 嘩 今天超級大風 那些樹吹得歪了 而且這只是一個開始 我猜接下來幾個月都是這樣的 應該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叫竹斯江大馬路 其實它真的在交界處的位置 說不定 會否有一種可能 它已經換過門口 就是這裏 中山大學北校區幼兒園 換回以前的名字 叫做中山幼兒園 或者叫中山幼兒園 再來 我記得之前 我曾經來過這裏 一次拍攝 當時適合老師 就放小朋友出來玩 就在那裏玩 因為它的圍欄夠高 其實不怕小朋友跳出來 那個圍欄比那些小朋友還高 現在就正在上學 這裏正確的路名叫竹斯江大馬路 一行 這個角度看看 裡面真的很有特色 很大的 在這裏已經可以感受到 它的幼兒園很大 在對面 還是會有門口 可能就換了一個門口 因為很多時候 它是會 因為安全各種原因 所以換門口 是很正常的 真是很有特色的一個幼兒園 還現存到 會不會以前是一些教堂 或者怎樣 不得而知 但是都是這種 東山口附近 那種小洋房格局 如果說到 這麼有味道的幼兒園 在我心目中 記得的 只有一間 就是我小時候讀過的那間 就是在大新老那裏 是一個教堂 不過已經沒有了 應該可以滿足到觀眾的要求 我們也去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東高大道 我們會走到中山二路 一路走到中山三路過去 好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東高大道 觀眾所描述 這裏是它出生的地方 剛才我們在門口已經證實了 是有的 因為 月秀區 富有寶建宇 就在我現在右手邊 它是非常接近中山三路入口的 就是面前的月秀區 富有寶建宇 當然 以前應該叫做東山區富有寶建宇 因為月秀和東山合併了 這裏屬於大堂街道 東高大道 一步之遙走出去 已經是中山三路 在富有寶建宇旁邊 就是中山三路小學 當時我女兒出生 我也有考慮過叫老婆來這裏 生女 因為都算近家 當然 最後她選擇在黎灣區人民醫院 她說 這個醫院生兒也不錯 這句話是我老婆說的 生兒也不錯 我上次用笑句 是否生親也是兒子 當然不是 其實意思就是 她的婦產科做得比較好 在附近來說 因為附近大醫院都比較多 既然一場來到 沒理由就這樣走 我們也帶大家去看附近 這些東山區的小洋房 其實如果離開東高大道之後 一直往西邊走 會越來越少 像這樣的小洋房 因為在月秀區又不算太多 去到西關更加少之又少 如果要來廣州看小洋房 東山口固自然是多 東華西也是不少 來到東高大道 應該是再過就沒得看了 例如像面前這幾棟 後面是中華廣場 這裏是另一個小洋房 而且它的外場是很特別的 它跟其他那些紅磚那種 是有所不同的 我們會原子這裏繼續往前走 好像在這裏往右轉 都還有幾間 但我不記得是前邊往右轉 還是這裏往右轉 我們都去看看 通常的小洋房 都真的好像 華喬新村裏那些 它是會有一個小院 花園在裏面 裏面如果大一點 好像我們面前這個 還會有兩個 兩間屋 這裏叫東高一環路3號 文居 一轉過來這邊 又是 這種幾有文國風 而且都是那裏 它的外場是很特別的 它不只是 只有紅磚 和西關那些屋 是真的有所不同的 他們這裏 東山口 東山區這邊的洋房 露台 洋台 特別大 中山3路入口 剛才我們在中山3路入口 那裏見過一個 富有保健院的 其實最初 憑我印象 就是 觀眾所說 它在出生的地方 我猜應該是這裏 至於兩個地方 我們都去過 那當然是最好的 這棟屋又很有味道 大家看看 1 2 3 四層樓 而且這些樓底 極高極高 月首區富有保健院 這裏就變成一個 康復中心了 這個富有保健院 就沒有門口那麼大的 我猜一下 會不會因為這裏 地方太少 太曬 就不夠用 所以搬了出去 不過不要緊 我相信觀眾要求 找月首區富有保健院 即在東高大陸出生 這個地方 應該就已經完成了 隨著完成了 今天的影片 也到此為止 可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